别太难过了 这是她自己做的决定 要不是因为我 她就不会退学了 程铭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你就不要太自责了 幼稚齐做出这样的选择 也是不想让你为难 我知道 可是这件事情明明我也有错 为什么只要她一个人承担啊 卫风 我想让她回来 我有一个办法 或许能让她回来 怎么没人啊 进去看看吧 好 走吧 好多玩具啊 对啊 好可爱啊 你看这好多照片 嗯 谁在弹钢琴啊 去看看 姐 她早就到了 南京 老苏来 你敢打啊 你过来 你过来 你们怎么现在才了 走你们那么久 好久不见啊 成明 你还好吗 好 好得不得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回来的 妖怪 妖怪 你过来 你过来 小孩怎么会太小懒了似的 还挺好玩的 这怎么就这一个小朋友啊 其他的小朋友呢 不知道 我来的时候就他自己一个人 所以你是为了哄他开心 专门弹琴给他听 才不是呢 我是等你们无聊我才去弹的 贾小宝 你们 你们是星宇的学生吧 我是太阳岛福利院的老师 老师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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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很感谢你们 每个学期都会有同学过来帮我们 今天也麻烦你们陪我们小朋友玩了 没事 那 这里其他的小孩子呢 他们还在午睡 我一会儿就把他们带过来 贾小宝 你下次不许再逃午休了知道吗 看你把老师的眼睛化成什么样了 你们稍等 我去把孩子们带过来 好 好 这里的老师跟小孩的怎么回事啊 怎么都那么大思门了 他吓我一跳 嗯 小宝 想不想吃点好吃的呀 小宝 好 小宝 姐姐在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不理姐姐啊 这样吧 哥哥给你弹钢琴好吧 这首歌呢 那也是哥哥要送给一个人的 I need you 为你执着向前走 不回头 哪怕没一直在身后 曾对你执着的念头 穿透眼眸 最后是我用反顾的理由 It's okay 曾偷偷覆没你一袖 思绪游走 对你的爱已经无法掩盖 爱依然享受我的心 怎么样 哥哥唱得好听吗 怎么样 哥哥唱得好不好听 好 姐姐 小宝 其实啊 这里的每一位哥哥姐姐 都非常厉害 什么 你说小宝他有听障 是的 去年他刚到福利院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后来送他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 孩子双耳听力达到九十分倍以上 是属于极重度听损 怎么会这样的 医生说孩子的耳窝发育和听神经发育没有问题 听力受损是后天所致 其实小宝非常喜欢音乐 每次音乐课他都很努力地去听 还主动提出过想学唱歌 但因为这个条件所限制 他没有办法学习音乐 你玩 老师友 好 那像小宝这种情况 是不是需要佩戴助听器啊 听力太差 带助听器 没有效果 那人工耳窝呢 医生说 人工耳窝植入的最佳年龄是十二个月到五岁 可我们福利院的条件有限 没有足够的经费 所以耽搁了他 孩子这么喜欢音乐 却让他生活在几乎没有声音的世界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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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有个重要的事情 想跟大家宣布一下 什么事 这是什么呀 人工耳窝 对 老师说贾小宝有听障 所以 我决定帮助他 怪不得他老师说话声音那么大呢 刚才我们向老师了解的情况 幼稚齐呢 想要为小宝 定制一个人工耳窝 而且我们决定资助这间福利院的孩子们 他们呢 都是被父母遗弃的 在这儿最多能保证他们的吃住 我们是希望他们可以像外面的孩子一样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也可以有自己的梦想 算我一个 虽然我也没有豪横到 可以给他们买一个人工耳窝 但是我觉得定期捐款还是可以的吧 这谁呢 也算我一个 像我这么人美心善的人 必须的 也算我们一个 那既然大家都已经决定 要资助福利院的孩子们了 那我们就用心去做吧 好 虽然我们力量薄弱 但是我相信只要用心 我们一定可以的 那太好了 那就让我们一起 帮助这些孩子吧 我要替贾小宝谢谢你有这钱 等他的人工耳窝收到后 就能跟别的孩子一样了 他是一个好孩子 虽然有听障 但是我相信他的未来一定是好的 他们也一样 他们的梦想都非常珍贵 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帮助他们 谢谢 谢谢你们 感谢你们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 我一定会拥好这笔钱 帮太阳岛的孩子们 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嗯 我们还会召集更多的人来关注 像小宝这种群体的孩子 这是送给我的 谢谢小宝 你家三个喂 可以啊 三个人 都懂不懂 不多说